新车可以说是满坑满谷 你现在很少听到说 有什么车要等非常非常久 甚至有些车还有促销 对 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 有一些车大家觉得说 特别是纯电车 大家觉得说 这个车一定不二价 你注意看 现在很多品牌 甚至连特斯拉都促销 所以这个就可以反映出一些 市场的现况 那当然在现在第一季这个状况 真的能把车交出去的新车的品牌 才是真的有销售实力的 所以说这个预接单多少 那个都是这个宣传的手法 可能真的有接那么多单 但是未必能交得出来 那中午车商呢 它的车源其实跟新车的供应 是有绝对的关系 新车交多少出来 才会有一定的比例的旧车 流到中午车商那里去 那当然中午车的车价 行情都是一个行情的反应 所以车源少 当然车价水涨船高 车源多的话 就会慢慢回归到正常 那目前新车是交车是 比较顺畅啦 所以当然现在开始 中午车价会逐渐回归正常囉 那中午车商 刚刚小鸡有说体质不健全 有些都撑不下去 那两千 我看你们还蛮好 没有 今年的冬天好像 含牛来得特别久 含牛特别久 温度还特别低 是是是 应该是说其实我认为 在台湾的中午车市场上 我觉得蛮大一个明显 是每四年会有一次的总统大选 大概每一年的总统大选 我相信这个所有的从业人员都知道 只要总统大选那一年 通常那一年的冬天都特别冷 是这样吗 大家都会等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总统大选 情势明朗以后才有一些 多余的一些消费啊 甚至一些长期的规划 所以其实往年来看 当然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总统大选 一定会影响到车市 那在车这个 总统大选结束以后 这个车市会慢慢 比较复苏一些 所以其实今年来看 现在这个时间点 刚从大选完 其实慢慢到年前 这段时间算是蛮热烈的 但有一个状况是比较特殊 今年尤其是今年 因为今年的这个2024年的 尤其是这个一开始 到2023年的年尾 其实就在修正 这个所谓的 疫情行情的这个部分 那就像刚刚七哥讲的 以前的新车公司呢 他们是没有所谓的折扣 所以呢 在疫情的当下 他是因为缺车嘛 所以他们的价格 甚至没有什么 谈价的空间 那中古车的算法 大概比如说 落地如果说 以八折来看的话 那其实一车难求的状况下 可能九折 我们都可以处理得了 那现在如果说 新的公司恢复正常 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个 大概可能8%的一个折扣 那这时候我们必须 在中午车价算来看 就可能要从 九二折以后 再打所谓的 落地的折价 那这个部分 就会有一进一出的价差 那加上现在的车子的 单价也越来越高 那有时候这个10% 100万就是差10万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车价的修正 大家应该都是蛮有感的 那第二个部分 我认为就可以讨论到 外汇车的部分 那因为外汇车 其实今年这个 疫情结束的状况呢 也反映到了这个 国际的市场上 那包括说 其实美金的这个走强嘛 那其实它的美金 越来越高 所以对于这个 所谓的美加的车款 来看 现在扮回来 似乎比较没有竞争力 那加上国内的市场呢 其实这个车价 有一些修正 包括新车公司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竞争力 如果不强的车款 可能大家在 竞的部分来看 就会手比较软一些 那包括我自己 有了解一些 国外的这个 一些外汇商 那甚至在一些 加拿大的 一些当地的车厂 他们都有反映说 以前可能他们 有一个部门 是专门for 这个台湾办车的 那现在这个部门 大概都已经回归到 所谓转去国内了 对对对 蛮多是这样子的 就说这个部分 他们的感受是 甚至是在国外 也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其实包括 现在外汇车市场 还有就是进口车 新车啊 我认为他们给的 配备也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大家 比较多外汇在玩的 可能会往日规的方向 去进 因为日本的这个日币 相对来说 会比较有些优势 那日本的车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专门在玩美加的 现在最近都在玩 日规的车子 逆区挪移了 对对对 那所以其实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 就是新车公司的 大量交车 这个绝对是影响 中午车价最大的关键 那还有就是说 大家常常看网络上说 这个折幅三五十万 一台折三十 一台折五十 然后厂内一百台 就折五千万 折三千万 那我觉得这也有点 为人耸听 那其实我认为是说 有时候有个部分是 譬如说 这台车子当初 可能是超定三十万的 那现在可能被迫打了 已经原价打八折 那这边又差了二十万 那加起来 是不是有五十万的价差 那这个当然就 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换言之 本来有些可能 要加价的车款 对 现在其实都已经有 空间 对 但是 确实还有那种 要加价购车 确实还有啊 我们之前说过 对对对 对吧 现在顶得住这个 上架的呢 而且还是实际发生的 就是Alpha跟LM 500H 这个LM这个车型 这两台车 现在是超级神车了 对超级神车了 在中国城市 对没错 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如果家里 有一台车 我本来想卖了 但我听到你们市场 行情这样 我是不是不要在 这个时候卖车 我就再开吧 那想买车的人 我是不是这个时候 很适合去中古车市 找一找 我会买的相对低点 我觉得买中古车 其实应该这样 第一个还是看你的 购车时间 就是我如果很急着买 那当然有急着买的买法 那如果是 反正我就边走边看 我口袋有钱 不管你是现金带口 我觉得你如果不急着买 其实你就慢慢比较 我觉得其实 讲白点就是这样 买中古车就是要 讲白点 要做功课 因为钱在我口袋 我就多看嘛 那当然就是说 在这个 我觉得最近 当然其实刚刚2000 也有提到 就是说像我也有一些 做这个中古车买卖的朋友 他们最近在 收车 我讲最近是指 大概从 大概去年年中到现在 他们也会反映 就是说 他们在国外的收购价 包含像加拿大 然后美国 就是他们在收购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感受得到 就是对方在 卖车的那个表情 就以前是 只要脸台的角度比较高 现在是稍微脸 就慢慢角度越来越低了 我现在这边又有车要卖了 以前是要加价 那当然就是从去年开始 因为从可能 不管是晶片 或者是其他原因 慢慢回稳之后 所以现在变成说 确实也听到一些车商 有一些车款 他有烫到 所以烫到就是 进太多了 对 就是进太多 那他的进价 就是不符成本 应该讲说 进价会高于卖价 这个当然就没办法 那我觉得 以消费者的心态来 我觉得还是这样 就是说 你如果今天你要买车 我觉得还是看 所谓多比较 就是说 以同品牌 同配备 你要的车型 这个当下 是不是你觉得 就是你比如说 你比了三台四台 你多比嘛 那比完之后 你如果觉得 这辆车的CP值是高的 其实我觉得就不要想太多 就直接就入 因为买车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你在 因为你想说 对 这个我买了之后 我怕烫到 其实消费者 我觉得没有什么 烫不烫到的问题 因为烫到应该是讲中古车商 因为他们做生意是要赚钱 但因为这个时间点 刚好他有一个跨年度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消费者一个建议 就是说 好 我现在如果真的用同年份 总代理的中古车价 我去一般的车行里面看 那个价格大概差异会有多少呢 我觉得还是跟品牌 跟车型 跟热门 跟车款 其实还是有一些联动关系 其实没有绝对啦 但我就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对我来讲买车 就是像上半年 我觉得都是入手的一个好时机 那下半年 比较拼到Q4的时候 我认为那个价格 你就要稍微注意 瑞克你的观察呢 你的建议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 目前买车的话 中古车是一个好时机 其实我之前在看中古车的时候 大概前两年的时候 就是我来前Ioniq 5之前 我确实想说 我买一台中古的C300 好 我那时候想说C300 基本上它就是宾式嘛 然后也没开过宾式 想说我开个宾式 可是路上也就 你最好没开过宾式 路上真的很多 路上真的很多 他是隐藏版 对 然后想说应该 应该反正我 基本上不太会去担心 售后保养维修的问题 因为车子很多 车员也很多 可是那时候看的时候价格 就是在疫情期间 那时候价格基本上 都要120万上下 120万上下 现在呢 现在不一样 我反正现在基本上百万内 是不是可以买得到 有 90都有了 八九十都有了 对 所以其实现在 你用的旅程 条件 当然看状况 但是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车呢 就可能像刚刚老爹讲的 就是有车上去烫到了 就是车太多了 或者是当初可能收的成本就太高 他要赶快把这个车 这个成本赶快先刨掉 处理掉 所以才是这种大幅的降降 所以我觉得今天假设当初是像我那种 想要买一台冰室 来换一台冰室开开 好过年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现在买C300是OK的 只是现在在网路上面搜寻 其实你要找C300 或者是具有CC是也蛮多的 所以你还要 其实车员多的时候 价格自然就慢慢的荡下来 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在 你想要买中古车 就看一样啦 还是老爹刚刚也有讲 就是说你要看品牌 看车种 还有这个车员的部分 你上网要做功课要做很多 从年份开始 车型开始 排气量开始 最近开始 可能都要先做好 我觉得有一种车型 比较蛮多的 就是之前疫情缺车的时候 大家什么车都买 所以其实譬如说 有些车型稍微比较特殊 像我觉得Turing的车 外汇车蛮多咬到的 旅行车 三Turing 五Turing都蛮多咬到的 所以其实这个希望大家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 也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这个还是要 中间还是要销售掉 一方面 来 我们现在如果要买 中国车 我们先去打听一下 车商有哪些车 是他们所说的被咬到 也就是说它现在量很多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 要出车的压力 二方面 我们就探听一下 现在最多人询问的车款 是什么 因为同时很多人在问 它的热度hold在那里 它的价格是不是也有 因此它会hold在那 我就没办法捡到太便宜 是这样吗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中股车行情的热搜排行 第一名是Artist 第二名是CR-V 接下来Yaris Focus Mazda 3 Camry Raffle Tida C-Class 以及BIOS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Toyota还是占了五席之多 这是销售排行榜 这个销售最好 这就是销售排行榜 对啊 这不是循温度排行榜吗 这差不多概念嘛 其实差不多概念 那两千 你今天带来的就有在热销排行榜里面 其中之一 马三啊 马三应该不错啊 我觉得应该在中股车市场上 因为其实我觉得马三 它在中股车市场上 算是一个年轻人满指标性的车款 那我今天带来 这台是21年的马三 那其实这台车 在我的2023年来看 应该算是我销售的 这个同行车型里面来看 应该是前一二名 没有问题 这么热吗 应该说在我的客群来看 因为我的客群大多都是蛮多 或者是科技业啊 或者一些可能对于车子 或者说大家对于品牌 有些追求的人 那他们可能会喜欢 像这样的车型 马三现在对应到的族群 是特别年轻的 还是说其实 我觉得它大概会在一个 30岁上下这个区间 那可能会是它的首购 或者是说它可能在于 它空间它没有要求太多 但是它可能想要成立一个小家庭 对 但可能在工作上 它不方便开一些进口品牌 那相对来说 马自达这个日系的进口品牌 我觉得算是比较 没有那么 不像双B那么刺 我觉得它在公司来看 也会比较能够顾及到 你的感受 你那意思说比较内敛一点 比较内敛一些 然后内装质感不错 对 不是太外散 可是有质感 蛮多保险的朋友 也有开马自达这个品牌 因为他们去外面谈case 他们不希望车太差 但是也不能 这个品牌太好 感觉好像赚很多 那有些他们就选择这个品牌 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们刚刚看 一般品牌里面 当然Toyota是最大宗 当然 但日系 Mazda 就其中也很亮眼 然后再来就是 以豪华品牌来看 唯一在榜上 其实就是C-Class 对 没错 所以我今天我觉得 这台马自达 我今天带来 这台是21年的车型 那新车大概是99.9万 那我认为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它的MRCC 已经算是 其实马自达算比较 反映在中午车价的部分 就是它不如 Copilot360的跟车这么好 所以大家有些人 比主安的时候 对对对 好像就稍微有一点觉得说 我花那么多的钱去买它 可是它给我的东西 好像没有不如这个Focus 现在就会有一种 这种 因为它跟 会有比较 它跟Focus大概就是余量情节 是的 所以我觉得车商蛮特别的 如果你马自达卖得好的时候 Focus就卖得不怎么样 那你Focus卖得好的车厂 马自达就卖得不怎么样 因为就刚好 这么机会分明的吗 因为他们就两个 算蛮double 算蛮double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外型 那当然这一代的车型 我觉得算是蛮有 这个年轻人蛮买单的 那包括蛮锐利 然后包括这个 它的这些线条 然后尤其是这个算是混动红 那算是马自达的招牌 那当然它的烤漆 跟这个色泽的问题 大家要特别留意 所以你在看这个车的时候 其实蛮容易看的 就是你看一下板筋的 这个色偏大不大 像我之前有带来一台铁灰色的 有色差 那它的售价 那它的售价 其实我认为马自达 它的价位 大概也有反映在 它的这个品牌接受度 所以它大概 离新车公司 离新车的价差 大概是在20多万左右 目前在开价 它是开在75 6万这个附近 78万左右 它目前既然你刚刚 就特别讲到Focus Mars R3 跟Focus 现在的行情 Focus又比较便宜了 现在 因为Focus 更多的车子在 车员更多 车员更多 所以更多人在转换 那所以其实 有些人会认为说 那马自达 我觉得它的优势是 如果你想要找一台 进口品牌 但是你希望稳定度好的 那它2.0的这颗动力 虽然在税金急剧上 不是那么有优势 那165P 按账面上的数据来看 也不如这个Focus的180P 可是我认为 它的稳定度 跟它的这个 这个行路的质感 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我会推荐给大家的原因 那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来 当然除了它车身 看一下内装 的线条以外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内装质感 我觉得马自达 这个Lessis Mode的设计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我自己个人蛮对位的 尤其是像我们自己 曾经开过特斯拉 那我会觉得 这种简单的一个 内装设计 那其实它的这个用料 包括侧边的这个镀铬 甚至皮革的质感 还有Boss音响 Boss音响 我觉得这都算是 可以反映出 好像你开这台车 又代表了一点 自己独特的品味的 一些的感觉 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 这一代的马三 空间表现有比较好 但是说实话 如果你特别在意 后座要载人的空间的话 对 所以这个马自达 这个就你要稍微 全系列 大概我觉得空间 是最大需要考量的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所谓的后座 空间的部分 好打开来 这个门的开口 大家可能会觉得 不是这么的宽敞 那后面的西部空间 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 如果说你是有 这个后座需求 一定要去做做看 一定要做看看 那甚至是说 你有小朋友的 这个汽车座椅 那你一定要试装看看 那因为这个是 你每天都会面对到的问题 但是马自达 它这个日系的品牌 我认为它的 这个刚性结构 是相当不错 所以开起来的 行路质感 包括动力 那像我自己太太 也是开马三 曾经也是开马三 那我觉得油耗表现 平均 大概市区加高速 大概13 14 应该算是 它的一个平均的行业 那既然我们今天讲说 中古车商 现在因为车员多 大家多少 都有一些压力 对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消费者 我今天看了两间奖 我觉得马自达3 不错 我有兴趣 我会买在相对低点 还是现在 其实它还是 一个 相对水位高的 我要这样讲 就是说 现在在买车 应该反映出两个状况 到底这个车商 是什么时候 收到这台车的 那如果是在 2023年的年中 或是是 六七月左右收的 那它的价格 可能反映的 还没有像是 在2024年 新买到的车价 这么的有优惠 我要必须这样说 那当然 当然你要 当然你说 那我怎么知道 到底车商 什么时候买便宜 我为什么要管你 什么时候收到这台车呢 对我来说 我就买到同一年份的 其实 我就觉得你大胆的 出看看价格 也许这个车子开价 它不能卖 它就中就不会卖 对 但是我认为 现在谈的空间 就算是中古车 你给它10%的 打个九折看看 去谈看看 就是开价上面 再谈看看 也许都会有机会 那当然这个 单价比较高了 差个7万可能有点多 但是如果说 大步一点 也许是走得过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 不一定 就是说再看每一个人 他的库存的含量 就是我觉得 可能在消费者 我们这一端 我们在谈价格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我现在是 比较有机会 再试试看 但是说实话 车商有他们的 竞价成本的压力 你知道每一台车 都赔钱卖 谁要做这个生意呢 是啊 但是因为现在反映出价格 有时候车商是这样 目前来看 大家车商的心态 这个时间点 坦白讲把钱拿回来 再买下一台再赚 比较有机会 所以很多车厂的朋友们 也都是 我们要把握这种心态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好来看车尾 好车尾的部分呢 大家蛮多人都 引以为傲的 就是说这个后尾灯呢 有时候有点像 那个FF的这个法拉利 那当然有一个 就是在网路上 跟大家讲的好玩的 就是说 马自达可以像法拉利 但法拉利呢 是不能像马自达的 但是如果你买这个车 其实它这个后尾灯的 这个设计 其实我觉得蛮别致 路上看到也真的很容易记住 对对 你看我后面还特别放了 一个比例词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一下 它的空间 其实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 大家常常担心 这个上一代的马自达的 空间表现 是真的比较局促一点 那这一代的马自达 我认为有比较好一些 那所以大家如果说 譬如说你想买MRCC的版本 那其实要追求 可能2020后的 那我觉得这个CP值 或者说可能会比较符合 未来的一个 这个市场的需求 那所以其实我建议 大家现在在买马自达车型 其实我坦白讲 我自己卖了大概 满几十台的马自达应该有 但是价格的部分 我认为现在来看 应该都比之前有一些优惠 因为其实去问社团 已经相对划算了 划算很多 所以如果说你在 17年左右 小改后的马三 我认为大概在 四五十万左右的区间 大概现在都买得到车了 四十多万 那其实当然这个是 比较默批的版本 那大家就评估看看 中古车是价格的校正回归 对于想起进通 要买车的朋友来说 确实是可以把握的 谢谢两千 谢谢 好那继续再看到了 则是在这一份热搜牌行里面的 第一名 Artist 小新 因为你刚好也有这种 买卖Artist的经验 你有没有比较一下 现在的行情 我那台Artist的Hybrid 顶规车 那时候全部选配弄到好 好像九十多万 快一百万 那时候卖的时候 被扣蛮多钱 为什么呢 因为大概三四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Hybrid 还不是车商最喜欢的主流 那车商喜欢 就代表消费者喜欢 因为那时候都谣传说 这个Hybrid的车子 开个几年之后 电池一定会坏 所以一定会有一条 换大电池的费用 但是现在呢 其实Hybrid在台湾国产化 已经这么久了 Toyota的车子 所以慢慢民间 也有办法来维修了 所以大家突然间发现 原来这个Hybrid的车 换一个大电池 也不过五万块 所以跟一般的车 变速箱坏掉的 这个费用其实差不多 所以接受度 立刻就高了 通膨了 立刻往上 因为特斯要换一个要五十万嘛 大家觉得换五万块还好 对还好嘛 然后又真的很省油 以同样都是Artist来说的话 Hybrid的车款 它的油耗大概只有汽油款的一半 所以你怎么开都划算 而且你的车那时候 在中国车拍卖 我记得我们有聊过 所以很快就拍掉了 很快就拍掉 但是价钱 我觉得如果拿到现在卖 应该还可以卖这个价钱 过了三年 真的假的 这么好的行情吗 卖多少钱 我忘记了 我那时候拍六十四万多 你是2020年 2020年第一批 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多了 现在因为现在已经年年年 主要是年龄的差异了 我刚刚最近在买 又跨了一年了 19年大概在五十万左右 五十万左右 那看来我希望太高 但是好像差一个等级 它差到一个等级 我记得七哥的是最顶规的 我买的是次顶规的 我刚买一台之前 前一阵子卖的 是买价还是卖价 是买价 卖价大概开在五十八万左右 对啊 所以如果我现在自己卖的话 搞不好价位是很接近的啦 但这是说明了市场的反应 那这车为什么找的人多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对油价 非常非常敏感 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电车普及了之后 大家反而对油车的油耗 是很敏感的 那像我现在自己有一台 Tusun Hybrid的 这个Tusun L的Hybrid Turbo Hybrid嘛 那个车我前几天才做车友的访谈 每一个车友都占不绝口 没有人相信买一台SUV 一公升可以跑15 16 甚至有人跑每公升 20公里 哇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那我就问那些 这个买油款的车友 你再选一次 你要选什么 10个 10个都回答 我一定买Hybrid 所以你就看市场的转变 现在其实是有多大 好 那刚刚看到排行榜里面 其实CRV一直 我觉得行情都特别好 但是因为刚刚2000提到了 Mazda 3的竞争对手 主要是Focus 我们先请Rick来谈一下 Focus的部分 你自己的感受 这一波的波动 对它的影响 我觉得Focus 因为算是市场上面 蛮热门的先备车 我那时候之前 上一台是2019年第一批 就是扭力量的四代Focus 其实我开了三年 7万5千公里左右 我那时候其实是 卖出去的时候 价格是很好 因为虽然说已经2019年 我那时候 我卖的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三年车 对 三年车 然后新车 那时候新车价 大概是92万 然后那时候我卖 基本上我还卖到70左右 等于说是两年前 还可以卖到70左右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价格是相当不错 那以Focus来讲 我开了这么久 开了7万5千公里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第一批 它的进口的料件是最多的 然后后来国产 会慢慢一些设计变更 会把一些材质等等去更换 但是那时候我开的 四代的STLINE 都是真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Copilot360 是真的非常好用 因为我常常走学岁 我开的那个 基本上 而且它是全苏域的ACC 还全苏域的车道至中 在那时候的同级里面 全苏域的车道至中 是比较少见的 对 因为你如果 现在这个时机点 我们去买中古车 你一定还是希望 我上面买到的配备 是最趋近于 目前市售的新车的 对 对不对 所以Copilot360 还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所以我觉得 一换这样focus的时候 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太棒了 该有的都有了 还有我们一直在说 中古车市跟新车 它真的是联动很大的 新车大量交车 刚刚就说了 中古车市车员多 价格可能会下来 还有一方面是 很多人看 中古车市有支撑 我新车就更敢买 所以它就是互相影响的 一个循环 但如果我们现在要找的车 它已经停产了 我就只能在中古车市找 那我要怎么判断 它的行情呢 少女士 我们现在都说 是休旅车的天下 确实是 我们继续看到了 在三年 中古车可靠名单里面 这是美国调查出来的 果然 休旅车在台湾 能够买到的选项 也比房车要多很多了 那老爹 先来看一些 其实平常在销售排行榜上 就经常出现的嘛 例如RAV4 CX5 CRV等等 对 基本上我觉得这几台 真的要选的话 我觉得 第一个条件还是看车零 第二个单就决定你的预算 再来找车 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 CRV的话 因为毕竟它 如果以三年来讲 应该算还是第五代的 那第五代 我觉得这时候 它刚推出的时候 跟第四代的差异 就是说它都变成窝落引擎 然后空间变得很大 而且它的外观设计 然后在整个内装 还有包含萤幕的尺寸也变大了 所以其实这一代的 这个在整体上的表现 我觉得是很满意的 甚至是有一些 他们有一些车主 他跑来问我说 问完之后 他说算了 那我还是继续开第五代就好 因为他觉得已经很够用 而且它的后箱底线打开 他们也有很多那种外 就是外场的那些 所谓的这些空间的那些隔板 他们觉得 套钱很多 对对对 西洋代券 而且动力是非常不错的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 CX-5来讲 我觉得 我也确实遇过蛮多网友 他们在选车的时候 就是我要进口的 就是它的条件是 我不考虑国产 我只买进口 那就是Raffle CX-5跟苏巴路 那个Forest 他们有时候就是 我觉得CX-5 我觉得最吃亏 一个地方就是 后座门打开 你会发现那个空间 确实大概就是 这四台车里面 算是比较局促的 所以这个在家人上座之后 确实会有一点声音 但是呢 前座的爸爸 他比较利于小孩还小的家庭 对 但是爸爸又觉得说 CX-5的质感 内装质感真的比较好 不管是摸起来 看起来 用起来 那当然他也有 也会觉得说 就两难 那比较听老婆的 那就是好吧 那我就 好 这会有些选择 好 那CX-5我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 他还是有他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开起来 我觉得他的整个操控 还有包含他那个 很强调这个背脊的 那种支撑的那种座椅 我觉得还是有 他的一个卖点 那Raffle当然不用讲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 他就是第一个保值性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他在保修据点多 所以很多人家就说 看都不看 我就是Toyota 所以这个我觉得Raffle 这个有这个品牌 还有他的所谓的 这个后勤超大部队 在支撑他的这个中古车家 我觉得确实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森林人是这样 所以我遇过很多车主 他是这样的时候 我说老弟我跟你讲 我从上上代 再换上代 然后再换到这一代 他是一代换一代 跟CRV车路有点像 其实他跟CRV很像 就粘着度很高 空间大 其实Toyota Raffle 也可能是啊 对吧 对其实也是啊 也是 当然就是对 以森林人来讲 我觉得他有他的卖点 他只是说比较可惜 就是说在他改 改朝换代之后 他上一代原本的Wall-Raffle 240匹那一颗不见了 现在只剩下 统一剩下150匹的那一颗 那所以就说在动力需求 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情况下 但是你很注重安全性 毕竟他的那个 就是 iSight iSight啊 然后不含像 四轮传动系统 毕竟还是在这个四台里面 表现是最好的 所以就说还是各有各的特色 对 2000那来问一下 就这一些 也相对热门常见的车款 今年依照你们的行情 对 怎么样呢 因为有一台车 他现在没有在这三年的中古车单里面 但是在台湾 他存在感特别强 你说的是MG是吧 对不对 MGHS 因为这个车子其实 不得不说 前一阵子拍了这个影片 就讲那个MGHS跟CRV 因为它的销量返超 那其实下面真的蛮多网友在比赞的 就是当然我坦白讲 可以发现 这两台车子本身都有他们认这个非常始终的支持者在互相讨论这台车子到底谁好谁坏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会问说 这样子当然这个MGHS 它反超了这个CRV 到底这个中古车保值这件事情来看 CRV是不是要跌落布下神坦 但是我坦白讲 今天如果我们以中古车保值这件事情来看 坦白说你今天刚买回来的车 如果我们以两到三年的折旧幅度 我觉得这个差异并不会太大 除非某一个车型有出了一些比较大的trouble 它可能会造成整个耐用度 或是消费者的信心度的问题 它可能会产生大的价差 但是我觉得CRV现在的中国行情 反而有可能受到新车折扣的影响吧 确实 这个反而才是影响它的这个保值性的这个关键 那当然这个MGHS 并不是说它完美的保值 而是说因为它的新车空间没有得谈 它不二价 对不二价 相比来说大家就会觉得说 它的价格我可以参考 但CRV也许你可能一年半前买的车 跟现在买的车价有差别 那中古车价其实是依照新车的价格 来做这个比例的折旧 而且如果假设你们以前买的CRV的价钱 就比较硬 我们这么讲好了 然后现在的新车又那么甜 那消费者比一比会觉得 我去买新车好了 是啊 所以其实应该说保值的关键 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看这么新的车 有时候要看那个在稍微有点车零 可能8到10年之间的车零的时候 他们的保值性以及市场接受度如何 那这个就是一台车子保值的关键 因为 你用了这台车可能你两三年没有卖 你可能会在5到8年的时候决定要脱手 这个时候一个MG的这个新的系统 包括它的这个所谓有时候是Plug-in Hybrid这些 它的妥善率这件事情要经过市场的这个验证 那当如果说它验证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当然它会产生好的保值性 但刚刚提到油电车有可能影响什么 就是电池的价格 那当然如果说你买的是PHEV 它的电池的容量比较大 相对来说未来它过保以后 它有可能产生的这个折价空间就会比较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买这个就算你是买CRV的车组 你也不用觉得说好像特别的觉得说 好像MG现在返超销量变我比我多了 就代表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保值了 我觉得这也不是等号啦 那相对来说MG呢 你买MG的车组呢 你也要经过市场的考验 那包括你这些新的系统 可能到5到8年以后呢 大家来见真章 看看到底谁能够比较保值 因为毕竟它还是比较新 它还是有后面妥善率的总统 而且我觉得它销售的策略上面来看 它的定价是固定的 相比来说我们在推定价钱的时候 会比较好推定 但是这个也跟销量有关 因为目前它很好卖的时候 它不会有这种问题 但如果它开始有库存 它有没有可能有降价的可能 这个我们到时候就来拭目以待 我个人也蛮好奇是 MG的销售定价策略 能不能坚持一直不二价 对 因为目前是 我们看过有些品牌当初有坚持 后来也没坚持住的 不知道 因为目前还很热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小青 麻烦你带我们看一下 豪华选项 因为画面当中最下牌这几款 都是三年可靠中古车 那如果我们现在回推 大概就是2021年 如果我现在准备一笔钱 那在台湾大概多少预算 我可以买值不值得 这一排车呢 台湾全部都买得到 而且全部都是市场的热门车 中古车市场呢 当然也都非常的多 可以来做选择 那我觉得这几台车 要来做选择的话 大家先厘清楚 你喜欢的是欧系的 还是日系的 如果日系的话呢 就很简单嘛 日系的就是Lazers嘛 那Lazers全车系 几乎都入版 RX UX NX 全车系 看自己的需求 看你是要买大台的 还买小台的 再慢慢去选就好了 但是哦 这个有的时候 中古车跟新车不一样 新车是越大台越贵的 中古车不一定哦 中车 中古车搞不好是越小台越贵哦 但这个大家就看 大家依据需求去挑啦 那基本上Lazers的中古车 我觉得都还蛮保值的 那无论是哪一个等级啦 那中型的我觉得会是最多人 所以NX应该是会最多人问 NX 而且呢最入门的 200 200 应该是吧 200一定问的人最多啦 那个2000都戏称叫RAWU啦 对啦 真的吗 他有这个称号吗 AV5 对啦 高一接 因为这个车哦 虽然中古车价保值率很好 但是你三年的车 其实你跟买新的平价的中型SUV 这个差没多少钱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 我一样都120万的预算 130万的预算 那我干脆来买 我可以买到Lexus 对啊Lexus 而且还有保固 还可以去吃Hikindas 对就直接升级了嘛 所以2000之前 好像黄总也有带来过嘛 NX都有嘛 那个都上完 跟他录完影就卖掉了 还要跟人家情商说 我们今天要录影 这个车我们先进来录影一下 所以这个是非常热门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欧喜车哦 欧喜车X3热不热门 热门 XC40热不热门 也热门 但是如果你要买中古车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很超值 为什么呢 特别是XC40 我觉得中古车价超甜 但是呢 有的时候想一想 现在要买这个就买新车就好了 因为新车的价格也超甜 那中古车价我们刚一开始就讲了 中古车价都是受新车影响 新车折扣大 中古车就要修正 那如果万一车商沽的不好 就要认赔杀出 所以现在我现在来看 这个XC40就比较有遇到现在的这个现象 基本上呢 如果手上有XC40的 大概都要比较平盘的价格 因为它毕竟现在有Recharge 电动车也很受欢迎 对不对 但现在的因为经销商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 今年大家都说要扛住 其实不只它 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品牌 你现在如果真的要买这个等级的车 如果你可以再添一点预算 我建议你进展间问 你一定会有很满意的结果 现在要进展间 现在业大都业绩拼得蛮凶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可以折多少钱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你会觉得很满意的价钱 特别是欧系品牌 今天一直不约而同提到 虽然我们讨论的是中古车 但由于新车市场今年 优惠折扣实在有够杀 所以大家不妨多比较 我觉得都比较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最重要 那黄总今天带来的选项 我觉得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 如果你买中古车 你就希望能够买到还有保固的 是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带来的是Skoda的选项 对 Codia RS 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还是一样 就是说 一直以来我带来的车 大部分都豪华品牌 今天我就在想一件事 如果我们要买一个很划算 又很新 然后类新车 那有什么选项 我就想到这一台车把它带进来 那我觉得我们先看 它有三个不可忽视的一个优势 第一个 它本身是这个连续多年的 七人座进口休旅的第一名 销售冠军 也就是代表卖得好 也让大家能接受 它有一度后车期很长 是的 然后第二个呢 在这个价位带里面 不管是性能 外观的颜值 还有配备都满了 这个是它非常吸引人的 你今天带来的是性能版本吗 当然 再来第三个优势就是RS 那这个是讲 我们这个整个车的条件 另外一个品牌的优势 因为我今天带来是2023年 开一年的车 那真的是还蛮新的 第一个 四年的保固 还有四年的免费保养 四年的免费脱掉 这已经告诉你 这台车无法低调 你看我今天带来颜色 是不是也无法低调 红色 红色配上黑化的整个外观 美极了 我们不需要说 因为买一个休旅 去买一个呆呆板板的车 你看这个车 光看 你就觉得它累跑车了 这也如果带来的很重要原因 因为RS有它自己的套件吗 有 它RS 你看它整个黑化 包括它像卡钳 红色卡钳 对 20寸的铝圈 另外 这台车已经标配了什么 Level 2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到的雷达 那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它的大灯呢 本身已经就是矩正式大灯 对 然后这个多光束 然后有可遮蔽 也就是完全符合这个时代 我们大家想要的配备 可是价位却可以考量 那您刚刚一直提到说 觉得它很划算 我们比较一下新车跟目前的价格 新车大概在189万 可是这台车比较特别 它选了林格文的真皮座椅 加通风 这个要5万多块 那另外呢 它是红色的要加2万5 还有一点客人特别加选的JBL的环绕音响 又要8万 所以总车价来到208 可是现在的市场价直接减50 一年的车减50 有感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推荐 另外我们来看 例子很多吗 1万多公里而已 你看在保固的范围里面完全不用担心 我就说类型车 打开车门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就你刚刚提到的林格座椅 对 好 另外还有一个 它很贴心的是什么 它有置放雨伞的一个地方 迷你型的老史莱斯 置放雨伞 这很贴心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坐进去 好的 另外我们看到它既然叫RS 红色的缝线 包括这个地方 还有我们的平靶的方向盘 那黑色顶棚 全景天窗 还有整个包括数位仪表 其实老实说 买到这样的休旅车 其实全部都到满了 因为它连后座 全景天窗真的是到了后座乘客 没错 整个都可以享受 而且它不是玻璃天窗 它是整个是可以打开的 另外就是它的方便的 一个配备来讲 你看像这个地方 它上面还可以上盖 下面呢 也可以下先 也就是它非常考虑到整个设计 我觉得VAG集团的优势 把很多放在Skoda上面 而且它给你到了点 到了满 双座都有电动椅之外 还有可调腰靠的 那再加上因为它这本身 就是跑车座椅 所以坐起来长时间是很舒适 它有三组机的功能 是 然后JBL的环绕喇叭 所以我就说 当我们买车买到这样的点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个有那种新车的Fu 那脚踢尾门也都是一应俱全的 体感 对 全部翻倒以后 我们看第三排 对可以达到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 平整化 2000多公升 那所以其实载货的一个可行性 甚至于在平常居家出游 不管是坐五个人 坐七个人 你都方便调度 这也是我觉得说 市场现在越走越 就精致化 那需求呢 也可以看每个人来量身定做 然后就像以这个车来讲 我们把它关了车门 后车厢 你看它的后面 不管是排气管 还有它的这个所谓的 鱼鳍的一个设计 看起来就一个 是经过调整过的SUV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不是呆呆板板 不要老是对SUV有一个 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我就不喜欢 我一定要买什么跑车 其实说实在 实用还是最重要的王道 而且RS嘛 毕竟还是这个家族里面的性能 对 是一个喜欢家庭的人 但是呢 又不想失去品位 要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又兼顾家庭 这不就是王道吗 好 这是王总的推